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AD研究所 我是你们的Daphne 大家用iPhone的时候 有没有试过把手机的相片过到电脑 出的格式会是HEIC 而不是JPEG 结果又要在电脑搞一大餐才可以传给其他人 这个过程也浪费了不少时间 其实大家上网下来的时候 会不会想一下把相片的格式是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有些格式 其实是未必在自己的电脑开得翻的 你们又是用什么软件进行转换呢? 今集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坊间市面上 不用钱在线上转换格式的网站 想知道就继续看下去 首先大家想和大家分享的图片格式就是JPEG 基本上大家最常用得到就是JPEG 绝大多数的行动装置 例如是手机、平板电脑、电脑 甚至是很多的相片编辑工具 又或者是绘图工具 例如是Photoshop、Google Drive 这些都可以支援到JPEG JPEG的格式是由联合图像专家小组去研发 可能整天都会看到JPEG 显示为JPEG 其实两样东西是同一样东西 当初开发的最初目的 是希望将图片尽最大能力压缩 减低档案的大小 令它们更加适合分享在网络之中 JPEG的主要特点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档案大小会比较小 如果你想设计一个网页 想画面设计得快些的话 可以将所有上传的图片转成JPEG 初初储存JPEG的档案 图像压缩比率大约是10比1 所以如果你的图像容量是20Mbps 储存成为JPEG之后就会变成2Mbps 只不过当你的档案大小压缩了之后 自然品质上也会有少少的损失 JPEG的压缩过程是透过找出相同颜色的像素 将它们结合成为色块 再组成比较小的档案 变相在过程中 其实你已经损失了部分的数据 而这些数据是永久的损失 所以你无法将JPEG的档案 恢复成为最初的品质 所以有很多影响的用家 影响时会用WAR檔 但都会用JPEG的输出做两手的准备 不过WAR檔不是今天我们讨论的范围 所以暂时就不说了 我们之前说到JPEG的档案 会因为压缩而变得不清晰 所以就有了PNG档的出现 PNG档全名叫Portable Network Graphic 它的品质通常都会比JPEG高 储存颜色的数量也会比较多 而且也支援透明度的储存 PNG档案是不讲求降低档案的大小 所以它也可以保留给JPEG更多的图像细致 我们不可以一概而论去分究JPEG好些 还是PNG好些 因为不同情况用的图片格式也会有不同 JPEG的档案比较适合用在online 发布相片或者照片 因为它可以减低这个档案的大小 也不会损失太多的整体品质 如果档案本身很大 也可以利用JPEG作为一个预览图像 传给客人 省位的同时也效率高些 而PNG最大的优点就是 照片可以完全透明 可以很轻松地把插图或设计 放在背景上 如果你的照片会被经过多次的编辑或处传 PNG档案会被JPEG清晰 所以PNG档很多时候都会用来做Design、插图 剪片的时候也会用上PNG的素材 除了JPEG、PNG之外 有一个格式大家经常都会用得到 就是PDF PDF全名叫做可攜式文件格式 即是Portable Document Format 它的品质相对JPEG高 很多时候都会用作列印 特别是一些平面的设计、海报、传单等等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输出PNG的档案 将一些文件里面包含文字和图片 即是例如我们经常用的CV、电子书 又或者一些电子的单据 都是支援PDF 问题就来了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用iPhone的话 你会发现拍照的时候 格式不是JPEG而是HEIC 当我们将相片放到电脑 你就会发现其实Window的系统 又或者一般的软件 都没办法直接开启相片 究竟HEIC又是什么呢 HEIC的全名叫做 High Efficiency Image Container 意思即是高效影像容器 它是档案容量小 但它压缩的比率是JPEG的两倍 而且它也可以给JPEG 显示更多画面的细节 颜色的三元色是 红色、绿色和蓝色 HEIC的格式可以支援每一个颜色里面 有16个单元 而JPEG只能支援8个 因此HEIC的格式 色彩越丰富 动态范围越广阔 一个JPEG的档案 只能处存一张相片 但HEIC就容许大家 将很多照片放在同一个档案里面 所以它的名字 才叫做相片容器 将一系列的相片 放在单一档案里面 就可以很轻易地 弄成Live Photo又或者GIF 虽然HEIC听起来好处多多 但始终使用率也不够JPEG的普及 而且第三方支援的软件也不够多 将图片互相传送的时候 就有少少麻烦了 除了iPhone和MacBook之外 其实都是开不了File Photoshop 又或者是一些软件浏览器 例如Google 又或者Windows等等的电脑 都是开不了的 除了我接下来 会和大家介绍一些网上转换器之外 其实iPhone和MacBook自己本身也可以做到 将HEIC转换作JPEG的效果 首先我们可以在iPhone相机里面 格式选单里面 可以见到高效率和最相容两个不同的模式 如果你希望将相片出来 是HEIC的格式的话 你可以选择高效率 但如果你想拍完相片 可以直接储存成为JPEG的话 可以选择最相容的模式 另外如果是MacBook的用家的话 可以按住照片 按一下就会见到QuickAction这个按钮 之后你再按进去 就会见到Conference Image 按进去之后 就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 和档案的大小 是不是立刻觉得MacBook很方便 很想买一部呢 只不过如果你不是Apple的用家 收到HEIC的档案 就会有点麻烦 要另外再花点时间去转换档案 如果要说HEIC的话 有什么理由不说WEBP呢 这个档案是Google2010年推出 专为影像研发的一个格式 之前也和大家说过 只需要图像的档案大小越小 网站再进的速度就会越快 相同画质的PNG和JPEG WEBP这个档案大小会比它们小30%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人都会用上这个方式 和HEIC的问题是一样 有很多软件也没有办法支援WEBP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利用小画家的另全新档功能 将WEBP转回JPEG 如果是用MacBook的用家 可以用之前我教大家转HEIC的方法去转换 我知道并不是人人都在用Apple的用品 变相如果是用Windows的用家的话 当他们接收这堆图像的时候 每张相片的格式都不同 统一格式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都是很浪费时间的 所以今天想和大家分享 两个线上免费转换格式的网站 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首先想和大家介绍的网站叫做Samsa 这个网页可以线上将JPEG转档 保存成为PS、PDF、WEBP等等的格式 这个网页最大的优点就是免费使用 不需要安装、不需要登录和注册 操作也很简单 可以批量去转换 一次过拉一大堆档案去转格式 档案最大可以支援50Mbps 只要不超过50Mbps的档案也是免费的 但如果你想用它来作为更大的档案输出 就需要额外收费 升级之后有online储存 高速下载、没有广告等等功能 但我自己用之后 我就觉得它转换的时候速度有点慢 而且下载的link有效期都是24个小时 用家必须一日之内就要保存 免费的账户24个小时之内 只可以进行两次的转换 便想即是如果你有很多张图需要转换的时候 最好就一次过整理它 下一个要和大家介绍的网站就叫做FileOSip Set 这个网站支援多个格式 包括有JPAD、PNG、AI、PDF等等 它的操作相当简单 我们首先打开网站 upload想要储存的档案 选择输出的模式 之后我们按clickconversing 点击download 就可以将转换完成的档案 download到电脑了 这个网的好处就是可以透过浏览器去线上执行 不需要下载 也都支援不同的模式批量去转档 它最大可以支援到150MB的档案 不过这个网站是需要注册账户 它转换档案的时间相对Samsa的快 而且免费用家每一日可以有10次的转换次数 也比刚才的Samsa多 大家也可以因应自己需要去选择不同的转换网站 如果你们喜欢这条片的话 欢迎给个like我 如果你们还想看什么题目的话 欢迎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